就可以继续 那首先我要先分享我的药物画面 就是关于我们这一次的要推广的内容 好 那今天呢 是我们卢家包老师的公益讲座 也是首次科目全球圣源地配合合作 老师飞行空拍机已经有超过7年以上的经验了 就是经验算非常的充足 他同时也是DJI官方合作摄影师 也是Sony的合作摄影师 所以是非常厉害有为的年轻人 好 那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全球圣源地的LINE社群 请你扫描左边的QR Code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全球圣源地的Facebook 请你扫描右边的QR Code 都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社群 我们的LINE社群里面 我们就只讲跟摄影有关的话题 与摄影无关的疑虑 我们在里面都不说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是干净优质的摄影环境 那如果你有精彩的照片 你自己拍摄的照片 或者是你自己后制作的作品 都可以放在我们FB的社团 请搜寻全球圣源地就可以了 好 那目前现在正在进行试的是 我们郭明辉老师的NICK Collection 外观预计 解密 四天密集 速成班 那如果 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 私讯我 就是关于你想要报名课程 当然 我们在全球圣源地里面 也有公告过了 怕有一些摄影同好 忘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还是 在不断地提醒大家 7月25 已经开到第一堂课了 那当然错过也没有关系 我们都有录影档 可以让大家线上回放观看 期限有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如果您还没有 报名NICK Collection 外挂滤镜解密班的 可以私讯我 或是扫描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的群柱 那这个 昨天刚上完最后一堂课 不过是可以透过录影档补课的 黄云仁老师的沙龙调修图技法 老师非常多的创意发想 是非常的有创意的 再加上透过Photoshop的 这样的一个技巧结合 图层折射片 去把它结合成一个 非常有意境的一个沙龙的作品 欢迎大家报名 有兴趣的请示讯我 谢谢 那这个是我们全球 现在正在推广的 有成新老师人像摄影创作课程的 外拍活动 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有这个 在8月11号 有一个讲座 接下来呢 它就是三次的外拍 接着三次的作品检讨 及后制修图线上的课程 一共会有七堂课 那我们非常的着重在于 就是模特的比例 跟摄影人的比例 我们不希望一位模特 可能搭配了30位 到40位的摄影伙伴 这样子完全没有摄影品质可言 所以我们会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会请两位模特 我们就只限量12个人 一场次就12个人 可能有上午场跟下午场 报名表里面都会可以勾选 OK 那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一个人 一个模特 大概搭配六位的学员 那么会用分组进行的方式 一定会让每一位学员 拍好拍满 而且 卢成星老师 他比较偏重于主题式的摄影 所以 他的一些创意发想 跟一些idea 都是我觉得蛮特别 蛮不错的 可能在我们一般的 人像外拍是比较少看到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描 过下方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 这个line的群组 那我们后续 也会在全球摄影园地里面 也在line群组里面 提供报名表 让大家报名 好 如果您还没有 刚刚加入的摄影好友 如果您还没有加入 我们全球摄影园地的line社群 请扫描左边的QR Code 我们全球摄影园地 就在里面只讲摄影 我们不会讲其他的话题 OK 那相信大家今天进来 应该都全球摄影园地的摄影好友 这边就不再多说了 那右手边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FB社团 请在FB里面搜寻 全球摄影园地 好 可以带给大家 10秒钟的时间去做扫描 OK 我们的人数现在已经超过100位咯 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多了 OK 今天应该是上班日的关系啦 没关系 将来如果卡到上班日的公益讲座 或许我们会把时间往后调整 成7点半开始 这样可能大家在7点半之前 有上班的人 7点半到家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的公益讲座 我们是会有提供录音档 而且OK的 所以说请大家放心 不用急 而且坐在电脑前面的好处 就是可以边吃东西 边看老师进行讲座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郭敏辉老师 线上课程有基础班 中阶班跟进阶班 都欢迎大家报名 如果三堂课和报的话 我们还会在优惠一千元证 而且每一堂课程的 录音档观看期限是两个月 所以你初阶班你两个月 你最后一部两个月看完之后 我们再来换中阶班 最后一堂课两个月看完之后 你再换进阶班 是非常的OK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 8月1号开始上初阶班 那可能最后 加8堂课 最后一堂课可能是9月 9月30号我们上 那我们就以9月30号 加两个月 11月30号 所以初阶班所有的课程 我们会在11月30号当天 收回观看权限 OK 当你初阶班看完之后 你再上天阶班的课程 所以其实是可以 非常弹性的去做 调整跟调配的 温慧老师是我们高雄 非常非常有名的 Foloshop老师 非常多的现在 当红的摄影老师 线上的摄影老师 还有许多的摄影人 都上过郭文贵老师的 Foloshop课程 他教的非常的详细 而且是有条例分明的 在教导Foloshop 欢迎大家可以报名 如果您觉得 没关系 我先报名初阶班试试看 OK 那之后你再报名 中阶班跟高阶班 只要您三堂都有报名 我们一样会优惠你 1000元 OK 所以您可以先 报名初阶班试试看 可以知道老师 对于Foloshop的素养 跟了解 好 这个是我们高阶班的 这一个海报 那就是 当然现在不是跟 已经线上课程了 所以说就是 透过录影档 我们都可以进行 补课跟 重复的观看 好 我们在最后的五分钟 我们就要进行 今天的公寓讲座了 还没加入全球 摄影员地的 LINE社群 折行 上边的QR Code 还没有加入我们 FB社团折行 我们右边的QR Code 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 做扫描 好的 OK 那 等一下 我再接 我再接 直接就这一块好了 我们先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 今年度 即将要 准备要 出发的行程 这个是我们 的这个 金针山的行程 稍等一下 好 我们主打的 就是三天之一二 这样子 不用人挤人的 去拍照 那我们是全程 从出发地 搭乘九人 做VIP的 豪华商旅车 我们有考量过 南部出发的 舍友 如果你从南部 出发 确实比较远 你可能要开 五个小时 才会到第一站 所以我们会建议 就是 因为我们是 28号那一天的 凌晨 四点左右 出发 所以你其实 可以搭 最晚的高铁 从南部上来 其实你大概 只有等 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从 北部出发的 因为有一些 南部的舍友 也是这样进行的 我们是请到 花莲的 邱福星老师 还有台东的 黄文兵理事长 担任摄影指导 那摄影 领队是我 绿利章 OK 这边是老师的间接 大家都看过了 那我们预计 四点 从东西教育到出发 因为我们不希望 第一天都在赶路 而没有拍到东西 所以希望早一点出门 搭配九人 做的好处 就是时间上 是我们的 我们包车 它可以自由弹性的 去搭配我们 想要的出发时间 那当然 还是要给 实际休息时间的 没有问题 我们为了一个 大泰鲁阁的 光影时间 做搭配 所以需要 比较早 我们请大家理解 我们希望大家 可以把照片 拍好拍满 那到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从 台北 从中心出发之后 已经泰鲁阁 那会七点半 到燕子口 之后会 拍摄一些光影 还有一些 摩托的一些摆拍 之后我们会到 白杨步道 拍摄水灵洞 跟七彩光影 这都是有一些 美高的 那时间顺度的话 会到 独立天空 接近一游 晚上 住宿 泰玛里 曙光 度假 酒店 特别升等为 两大床的双人房 自助室 晚餐 直到宝 好 OK 那我们还有两分钟 就会开始进来的光影 讲座了 第二天 我们早上出发 到建伦西口 去拍摄日出 跟烙鱼苗 我们有安排 模特 好 然后 之后就直接一路 北上 到六十弹山 当然会先回酒店 吃这就是早餐 再到六十弹山 午餐之后 就会开始摄影 我们设定的是 拍夕阳 南调 晚餐 然后 银河 新轨 日出 当然中间 我们是以车尾单位 如果大家 不想出门 就早点休息 想出门 你觉得你不想 瀑瀑银河 不想瀑星轨 那就搭车回来 所以我们 有九人坐小车 接送是非常方便的 这要再次的强调 不是说到花东 才坐九人坐小车 OK 晚餐之后 拍银河 新轨 六十弹山的民宿 如果您 多于六十弹山的民宿 比如说你觉得 我不想四人的一间 我先两个一间 可以 就稍微补一点点的 房间差价 山上的民宿 都不会太贵 可以比较追求 睡眠品质 那一些税友可能觉得 没关系 就几乎也没有什么税 可能只有税几个小时 那没关系 我四个一间就好 也可以 第三天我们拍 六十弹山的日出之后 就下山 再到赤坑山上面去 就请花龙 帮我们拍 帮我们留 留花 大概就是我们 这三天的行程 回程的话呢 我们会 这个 在苏澳那边 用晚餐 以前缘一桌 再返回温暖的家 如果有兴趣的 我们会提供 画面表 在我们的群书里面 欢迎大家 报名 六十弹山的金针花 是非常美的 花龙说 今年的花矿 最好是在 八月底的时候 那我也希望 我们做到档期 是OK的 好 七点到了 那我这边要 再介绍一下 我们的老师 稍等一下 好 今天是我们 这个 今天是我们 全球摄影园地 还有我们 跟 Sony 跟DJI的 官方合作 摄影师 卢家宝老师 一起合作的 工艺讲座 那老师好 请问你有在线上吗 嗨 有看到你了 那个声音 我们测 我们测试一下 请老师稍微 就是简单的 给我介绍 跟大家打个招呼 然后再确认一下 老师这边的 那个麦克风音量 是不是OK 稍等我一下 我转一下 好 没问题 好 那给大家介绍 就是呢 老师也去过 非常多的国家 那当然 等一下看到他 他的这个 深厚的 就是他的 工作室 我有去工作室 拜访过老师 后面就是他的 器材墙 中间那一面 是空拍机 右边那一面 是他的 相机的器材 OK 非常的 不错的地方 老师对于 器材设备跟技巧 也是非常的熟练 好 那我们就 欢迎今天的 卢家宝老师 老师请跟大家 打个招呼 我听一下老师音量 是不是OK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摄氏度的家宝 听得到吗 没问题 可以 那就后续就交给老师 那我们就 后面讲座结束之后 再给大家一个Q&A的时间 我们今天的讲座时间 大约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中间不会有 中场休息 我们最后会有Q&A的时间 请大家 务必保留到最后 我们今天的 公益讲座是很精彩可其的 好 谢谢老师 请老师就直接 那我 那感谢主持人 那我就先投放一下 我们的今天演讲的PTT 分享 好 稍等我一下 好像 哎 不好意思 是不是要权限才能投放画面 有 我 有 老师刚刚有 已经应该已经有给你权限 你再 你再试一下 好 那我先稍微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 我是摄氏度的家宝 那我在20岁的时候 创立VAC摄氏度这间公司 那我们主要就是经营空拍 那我现在很荣幸可以成为 台湾DJI的官方总代理的合作讲师 然后也是台湾Sony的摄影合作讲师 那我接触摄影的时间 其实 说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 我从国山就开始拍拍照 然后后来转型变成拍片 然后开了这间公司 好 那我先介绍一下有关于我公司 我公司是在2020的时候成立 目前已经成立两年的时间 那擅长就是用空拍的角度 拍出特别的视角 那比较著名的像台北101 跟一些台北市政府 或者是大型的建案的空拍 都是由我们负责执行 好 那这是我的介绍 那我在2017年的时候用相机在捷运局 就是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拍了一张色彩保全的照片 然后得到法国的一个比赛的荣誉奖 就是PX3的奖项 然后就后来就因为这样子一路 启蒙摄影 然后就直到现在发展 成立摄影公司 然后关于我们的一些案子 我2021年的 2019到2022的跨年 101烟火拍摄 都是由我们公司执行 那所有的案子啊 拍摄到脚本企划 到后期剪接 全部都是由我们公司一手包办 那我主要是负责导演 然后跟执行空拍这一部分 然后再来是一些比较大型案子 像台湾的智慧驾驶 就比如说5G啊 或者是智慧公司 智慧巴士 只要需要用得到空拍的案子 也都是会由我们制作来完成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主要有一个 MAX摄氏度的YouTube频道 那里面会有各种的设备器材开箱 比如说像最新的DJI的空拍机 或者是Sony的最新器材 那包含所有的摄影知识啊 什么的新产品 我们都会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 做开箱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 我们今天的重点主题 就是我们的空拍机 那空拍机 其实目前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后有各式各样的款式 那目前空拍机的龙头品牌 其实不外乎 就是只有DJI 不像相机会有Sony啊 Kano Nikon 会有比较 狂烈性的竞争 目前比较大型的空拍机品牌 其实就只有DJI可以做选择 那DJI以外的牌子 大部分都是比较像那种 小型千元的玩具机 其实是 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上个月刚确诊 所以现在还有后遗症的咳嗽 请各位见谅 所以就是 小型的空拍机 我还是会建议说如果各位今天是要做户外拍摄 或者是今天不管是要玩玩也好 其实都可以增加一点预算 直接买到DJI的入门空拍机 那在画面中这一款是DJI新发表的mini 3 Pro 那它的售价整套其实才2万多块钱 比一只iPhone手机还要便宜 甚至是像GoPro1万多块 在贴一点钱都可以买到mini 3 Pro 所以实际上我认为它不会算到很贵 那它本身它只有249公克的重量 是低于法规250公克的限制 所以它不需要注册 就可以直接合法的带出门去做飞行 那它本身也有4K 60fps的影片拍摄能力 所以在画质上 照片它也达到4800万像素 那基本上你拍照跟影片 都已经可以符合现在所有摄影师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把照片影片 放到网路上做使用 其实已经都非常足够 那CP值也非常的高 那再来就是它也是支援 第一款支援直幅拍摄的空拍机 就是在之前直幅拍摄都是要用做裁切 那Mini 3 Pro它可以直接做指幅拍摄 那这是我比较推荐的入门机种 那再来就是稍微比较进阶一点的 就是Mavic Air 2S 那它售价就会多1万块左右 来到3万多块 那它的好处跟特点就是 它是1英寸的感光元件 那摄影人都知道 就是感光元件越大快 它的画面的品质跟成像就越好 所以底大一寸就是压死人 所以这个如果就会比较推荐是 你对画质有更要求的 或者是今天你需要用拍摄 来生为你的行业作为吃饭用途的话 那我就会推荐说你可以买Air 2S 因为它的售价才3万多块钱 那就可以得到1英寸的感光元件的画质 那不管是在影片啊或者是照片上面 它的画质都会明显比 刚刚所介绍Mini 3 Pro来得更好 那它的续航力是来到31分钟 相较于刚刚看到的Mini 3 Pro 会短一些鞋 但是使用上体验都是可以飞在28分钟以上 其实时间都是非常足够的 那再来就是它的抗风能力跟飞行速度 都会比较好 因为它本身的轴距轴壁会比较大 所以在抗风能力上表现是比Mini 3还要好的 所以比较适合说是今天如果你已经玩过空拍机 或者是你本身对于画质跟拍摄比较有要求的人 我会建议说那你就跳过Mini 3这系列 直接来选择我们的Air 2S会比较好 那它的避障也会更完善 像可以看到Mini 2它的避障因为体积限制的关系 所以它的避障只有Mini 3 Mini 3只有前跟后避障 但是Air 2S的前后避障还有增加的上避障 所以安全性也会比Mini 3来的好一些 好那再来就是更进阶的Mavic 3 那这边我们刚好就在我身后 这台 这台就是目前应该说业界最推崇 也是最适合使用的行业机种 这个就比较不适合新手 或者是一般刚Talu的空拍机搬家做购入 因为它的单机售价价格比较高 就来到了将近快57,500 那如果你在搭电池啊 Lindy Coco的配件啊 其实费用就会过六七万以上 所以就比较适合说你今天是 像我们这样子的专业团队 然后或者是专业的影像工作者 或者是你真的对画质有非常要求的人 比如说因为它来到了M43的港广元件大小 那M43的港广元件大小 基本上就已经跟那种 中小片幅的相机的港广元件尺寸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的画质表现是非常优秀 那再来就是港广元件越大 它的夜间港广能力就越好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有夜飞需求 或者是你要拍夜景 那就非常适合用M3来做拍摄 那它的港广元件大小跟我身后 这一台就是 Inspire 2 这台的港广元件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可以看看它两者的体积 差异是非常巨大 所以相同的传感器能力 M3只有这样子的收纳体积 就可以带出门做一个专业的工作拍摄 其实是非常划算跟方便的 它就只有这个体积大小 然后它就搭载了M43的港广元件 所以它不管在我们目前使用上 它的画质或者是它的稳定性 都是这样子的称赞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后面这种大型机种 都已经基本上是退役了 就把它全面换成我们的Mavic 3 那Inspire 2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的飞行动力比较暴力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拍摄比较 比如说追逐赛车 我们可能还是会用大型的机器 那另外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 它是拿来给客户做观看的 就是今天如果客户他是不懂摄影 然后你要跟他说这台机器 跟这台机器拍起来的画质长得一样 基本上客户应该都不太相信 他们就觉得这东西越大越好 所以我们就通常会拿这种 是给客户做观赏使用 那我们可能实际拍摄 我们还是会用Mavic 3来做拍摄 就是有个小配方 那再来就是它的涂船 它的涂船是来到最新的O3 Plus 是15公里的涂船 那15公里基本上就是你在海边飞行 甚至我们有实测你在宜兰的外海 你是可以飞到归山岛 然后再飞回来的 那担心的就是它的续航力电量 那涂船基本上都是绰绰有余 那再来就是它有一个超长的续航时间 来到了46分钟 那46分钟基本上你在扣掉起飞 还有返航的时间 大致上都还有35分钟以上的续航 所以你要拍摄一个完整日落的时间 都是绰绰有余的 那这点就对于说 如果你今天是爱好缩时摄影的玩家 就非常方便 因为它的可拍摄时间变成非常长 所以你就很适合拿来拍 长时间从日落到黄昏的那种缩时摄影 最后就是它的抗风能力 跟它的全向避障镜头 它总共有全方位的避障 上下左右 侧边都有避障 它的避障镜头是非常的多 全部都是避障镜头 那它的抗风能力也达到每秒的12公次 基本上你只要台风天跟 洪湖外海那种大风不要飞 基本上都是可以安心飞回 比如说你今天在山区啊 或者是海边 基本上它都是可以顺利的安稳的飞行 不用太担心画面抖动啊 这些问题 那它的避障也支援到 200公尺以外的障碍物政策 它的前避障可以感知 200公尺以外的障碍物 然后就会提前市警警告告诉你说 今天在200公尺外的东西有障碍物 但是这个景线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建筑 桥 或者是树之类的 如果是电线的话 它其实还是看不到 那再来就是它有侧面避障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追逐 比如说用智能跟随 追逐一辆车在做拍摄的时候 飞机最容易出事 就是因为它是侧面飞行 那这是新增的侧面避障 就可以在比较复杂的环境下 辨识侧面的障碍物 然后来做到即时杀停的功效 来避免我们在侧飞的时候 撞到障碍物 因为在侧飞的时候 我们会专注于拍摄物体 看不到飞机的侧面 或者是倒飞 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一些 远镜动作 那M3基本上 它现在的避障 都可以比较智能的躲掉 这点就蛮厉害的 那最后就是它的镜头 可以看到 可以看PPT上面 它主要前面有一颗主镜头 就是M43的感光元件 那上面的小镜头 是1 2分之1感光元件 那这颗小镜头的焦段 是173M面 就是望远焦段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空中 也可以实现像地面 我们搭长焦的拍摄效果 那就会有一个压缩的空间感 那今天 如果我们今天要拍摄一个 虚化背景的主题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长焦镜头 来进行对焦 然后背景做虚化 所以在空中就可以拍摄 一个景深的压缩感 是还不错的 OK 那就是Mavic 3的介绍 先往后面 好 那最后我们就还是介绍一下 我们的顶尖旗舰版 就是我们的身后这台 Inspire 2 那Inspire 2 它其实老实说 它已经非常的旧了 它是2016年的产物 现在已经经历了 接近6年 所以它其实已经非常老了 应该要出第三代才对 但是因为它当初推出的时候 可以想象 它在2016年推出 有2400万跟6K30帧的这个规格 其实在影视行业是非常震撼的 所以这台Inspire 2 在推出的时候 我们公司是马上就买了 就是我 虽然我还没有成立公司 但是那时候是以我个人身份 我就很快就购入这台飞机 那这台飞机也就陪丽 我们经历过大大小小案子 因为基本上它只要一起飞 它就是全场的焦点 那给客户啊 或者是今天再出去拍摄 都会比较有面子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飞机就知道 你是一个专业的影像工作者 那虽然它已经是2016年的产物 但是它的售价基本上还是很高 单机身还是要将近10万块的价钱 那单机身指的就是不包含 它飞机下面那一颗镜头 跟港湾元件 这个都是不包含的 都是要另外买 然后再来是它所有的电池 额外的遥控器 像它总共会有双扣 就是长得像这样 会有两个遥控器组 那这一个遥控器是负责控制我们的飞机 就是控制飞机的方向 那另外这个遥控器呢 是控制飞机下面的那颗镜头来做操作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会是有两位飞手来进行工作任务拍摄 就是一位飞手是看着飞机的方向 来做运进动作 来做飞行 那另外一位飞手则是控制下面的云台 来做运进 所以它两个的飞行动作是独立开来的 这也可以执行比较多更高难度的动作 像刚刚有说 如果我们今天要追逐赛车 或者是拍电影 今天在比较复杂的环境下的话 就会需要两位飞手来进行搭配 确保我们的运进是导演想要的 或者是飞行路线是导演想要的 所以Inspire 2它还是有一个 不可或缺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执行双孔 那再来就是它可以换镜头 稍等一下我找一下 可以帮我拿一下Inspire 3的镜头 给大家看 好我请我同事找一下Inspire 3的镜头 应该在这箱子里面 你帮我拿出去看一下 那Inspire 3它的摄影模组 它是可换镜头的设计 所以它可以换上像这种 我找到了不好意思在这里 它可以 这是 Inspire 3的 Inspire 2 Inspire 2的镜头模组就这么大 那它是一个可换镜头的设计 那可以看到它的感光元件 OK再次跟再次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感光元件是这么大一块 有没有教吗 OK 它的感光元件是这么大一块 这个就是M43的大小 跟刚刚我们说的Mavic 3 Mavic 3的感光元件大小是相同的 但是 但是Mavic 3它没有办法更换镜头 它们两个感光元件一样大 但是它没办法更换镜头 所以它的主镜头的焦段是固定的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数位变焦 所以如果今天在拍数位裁切 或者是望元的时候 Mavic 3的画质就会明显差很多 那Inspire 2呢 它的这个M43模组的镜头 就是可以搭配我们想要的焦段 比如说这个是15mm的焦段 就是超广角 那我们就可以拍摄超广角的画面 那今天如果我要拍摄望元 我就可以搭上这一颗45mm的焦段 来做更换选择 所以Inspire 2它的商业使用 跟专业拍摄的领域 还是比较广泛的 因为可以在于可换镜头 再来就是它还可以换更大光圈的镜头 如果我们今天假装拍摄夜景 那我就可以换成比如说F1.7 甚至到F1.4 这种超大光圈的镜头 来做夜景的拍摄 画质跟感光度就会更好 OK 那再来就是讲完了空拍机 那我们就稍微来聊一下 更复杂的 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穿越机 那现在穿越机其实已经非常的发达 就自从DZI出了DZI FPV以后 就是我身后这一台 这就是DZI的DZI FPV 那它其实长的外形 有点有点像小异形 还蛮酷的 不好意思可以帮我确认一下 大家看的焦是清楚的吗 应该OK 好 就是这是DZI FPV 那它的外形是5寸的机型 那跟空拍机有比较大的区别 就是它的动力是非常的暴力 它的时速可以高达140公里 然后从0到100加速 只要2.4秒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暴力跟拍摄的东西 但是它就是可以进行破水平的运镜 那我可以开机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它还有一个炫炮的LED灯 就会在黑夜中看起来特别的华丽 所以它比较像是竞速的拍摄产物 那我们今天会在什么场合用到FTV呢 大部分就是比如说追逐赛车 或者是需要穿越的环境 今天比如说是在狭小的市区 或者是那种飞车追逐 像很多电影比较著名的 就比如说像玩命关头啊 或者是之前的玩命救护 里面有非常多的画面 都是用穿越机来做追逐拍摄 那当然它不会是用这种等级的飞机 而是会用自主机 就是我身后这种 这种超大型的自主行飞 自主穿越机 那可以看一下它的体积大小 好 那个老师 我稍微打个招 我提醒大家一下 大家如果是用电脑荧幕看的话 在右上角会有一个小的选项 叫做在分享内容和视讯之间切换 就可以把老师的视讯放大了 OK 那如果你是使用那个手机或平板的啊 你就用手指点一下老师的那个视讯画面 就可以两边切换 OK 提醒大家 好老师谢谢 请继续 好感谢 那我就让大家稍微切换一下画面 因为看PPT应该也蛮无聊的 还是看我手上拿的比较实在 那这个就是5寸的穿越机 是一般飞机的大小 那在我左手边这台 这就是8寸的飞机 非常的庞大 那基本上这种穿越机都是自主的 所有的螺旋桨 电机马达 到飞机的支架 所有的讯号图传 这些东西可以看出来都是土炮设计的 就并不是一体成型的 那这些东西都会搭配我们今天的拍摄场合来做选择 比如说今天我要多快速度 多稳定的画面 或是今天多复杂的地形 都会来选配我们要的螺旋桨 到马达 甚至是电池的搭配 这些都会根据场合做应变 那它搭载相机的话 就会像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会把 这是A7S3 那我们就会把A7S3比如说装上镜头 然后直接挂到我们的飞机上面 那我请我们的飞手同事现场装上去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 可以帮我装一下那个飞机吗 我给他们看一下 你帮我装上去 那我给你一个 镜头 螺丝吗 那 稍等我一下 帮你帮我 稍等你跟军人看一下 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拍摄 比较高画质的影像 或者是拍摄电影 或者是 业主有足够多的预算 我们就会选择用 8寸的飞机 然后搭载上面不同 各式各样不同的 拍摄器材 怎么了 螺丝在后面吗 对 哦好 来 OK 所以我们就会搭载各式各样的拍摄机型 那甚至到好一点的像好莱坞那种等级 我们就会选择 哦好吧 那你来拿 就会搭载 比如说像 Red啊 或者是Ari 更高档的这种电影机来做使用选配拍摄 那拍摄出来的画质 跟一般的比如说A7S3 像或者是之类的机器 就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 那这种穿越机它有一个特殊的需求 就是它要高速 所以它大部分都会容易撞掉 所以像这种飞机基本上的拍摄画面 我们都会是拿来 牺牲用的 就是我们会准备一个好几台 然后可能会因为业主的需求 而去把它撞掉 或者就是牺牲掉 所以比较适合是超高预算的拍摄团队 或者是业主 我们才会选配这样子的飞机 OK 那如果今天你只是想要体验穿越机 你玩完了 玩腻了空拍机的视角 你想要体验一下穿越机的速度感的话 我就会建议你们就是直接买 BZi的穿越机来做使用 因为它其实配置设备都已经帮你调控好 就是你买到可以直接做飞行 并且它可以在穿越机跟空拍机之间 做一键模式的切换 它可以在享受高速的飞行速度 也可以切成空拍机的模式 就可以让你不要那么暴力 飞起来会稍微安稳不少 那穿越机还有个特点 就是我们的空拍机都是 空拍机都是用我们这种 所谓的带屏控 或者是我们今天是搭配我们的手机 来做画面监看 所以我们大部分在飞行的时候都是 看着画面这样子舒舒服服来飞我们空拍机 但穿越机就比较特别 穿越机就会是像这样 要戴着这个眼镜 这就是穿越机的眼镜 有点像那种VR的视讯 那飞机的飞行画面跟拍摄的视角 就会在我们的眼镜里面 就戴起来会像有点像蚁蚓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在飞行的时候就会是 看着这里面的画面来跟穿越机做飞行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 整个飞行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会3D晕的朋友 可能就要多多练习适应 他们跟他装好了 就会像这样 如果今天我们是拍摄比较大型的案子 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拍摄设备锁上去 然后这样子去俯冲来进行拍摄 所以这台的飞机单价成本其实不会很贵 可能就maybe落在三到五万块 整台做好 但是往往是上面搭载的设备是非常贵的 就可能动辄就数十万起跳 甚至是到上百万都有 那我们就会因应拍摄场合来做变换 那它上面也是可以可更换换镜头 我们就可以依据拍摄场合来换成我们要的镜头 所以整价基本上就是二三十万起跳是基本 那今天你如果拍摄案子 你可能还要准备个两三台 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摔了 就是上面珍珠报销 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准备个两三台 那飞用就会非常的惊人跟客观 那这就是8寸的穿越机 也是我们拿来拍101烟火的雏形 OK 好那简单来说空拍机跟穿越机 它们是完全不同理不同概念的 穿越机它可以破水平 它的飞行速度非常的高 那可以做很多花式的运镜 那穿越机它的练习的成本难度也比较高 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之外 它也比较容易坠毁 所以今天如果你在要从空拍机 踏到穿越机的路上 可能需要经过非常非常非常多次的模拟训练 那DJI它也有推出像手机APP 搭配遥控器跟刚刚我提到的那个眼镜 然后来做虚拟的练习 就让你可以多摔几次 然后你等到虚拟练习不太会摔飞机之后 你再去飞正的飞机会比较好 那也不建议刚开始新手就在人群飞 建议还是找户外那种脚外 没有人人间稀少的地方 来做练习会比较好 OK 好 那以上目前我们讲到穿越机跟空拍机 我这边就先稍微暂停一下 然后也给各位一个QA时间 看可以各位吸收一下刚刚空拍机跟穿越机的讯息 然后我们也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一下 然后等一下我们可以整理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大致做提问 然后来做回复 好的 那我们现在有开启大家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自行解除静音 还有那个打字聊天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你不方便用开麦克风询问的话 你可以在画面的左下方有一个聊天的功能 比如说我在这边写这里打字 大家的画面应该就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点点跳出来 如果你在可点当中你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用打字的方式在这边留言 那我们在后面要最后要结束之前 我们会请老师再同意的回答 OK 或是老师中间看到或许可以回答 没有问题 那现在我们也开放大家的这个麦克风的 是这个开启 开麦克风的这个开启权限了 那如果有需要开启麦克风的摄影好友 也可以趁这个时候打开那个麦克风提问 老师那个有人提问了 我就直接先附送福来咯 好啊好啊 谢谢 请问FPV为何会优先搭配A7S 是因为高感光度吗 对 因为我们搭配A7S3主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感光度 可以它有双ISO原生 所以我们可以轻松把ISO放到12800 那因为我们今天在飞行拍摄的时候 它是高速的模式下 所以我们的快门通常都会设得比较高 比如说120FPS 或者是120以上的快门 所以我们今天在拍速比较高格的时候 我们的感光度要求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用A7S3来做拍摄 那A7S3也是目前同级大小 就它的大小其实是算非常的小的 如果相同全片幅画质体下 它的重量跟整个画质比是目前算最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今天在挂彩飞机上面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的是它的载重比 今天如果我们要挂起比较大的机器的话 我们的耗电量跟飞机的整体的配置 就会复杂相对很多 那我们认为A7S3是目前最好的一个配重比率 那它也可以呈现一个最好的画质 那再来就是一些比较大型的电影制作 基本上很多场景都是在夜间晚上 所以我们就需要A7S3的高感光度来协助我们完成这件事情 好谢谢老师的讲解 那选下那个蔡玉堂蔡先生 你刚刚有开麦克风 请问你有要提问吗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可不可以待会分享一下 那个飞行模拟的那个教学的资料 或者是影片这样子 OK没问题 那我等一下会后我把 呃APP的连结跟APP的名称 丢到聊天室 然后大家可以做下载做使用 那它这个是DJI官方的一套软体 但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想要就是 呃比较好完整的操控 它可能先要去买一套摇杆跟眼镜 就是 这个这是它的 摇杆 当然它的这个APP模拟 你也可以用手机直接 这样子数位做操作 但是因为手机这样子的操作的那个 灵敏度跟触感 其实是跟摇杆是 差非常多的 所以建议还是说可以去 如果真的有心想学的话 可以先去投资一套摇杆跟眼镜 然后来再搭配这个APP模拟 来做操控使用 会比较得到真实的感受 因为我们有蛮多朋友是 手机APP可能弄得很厉害 但是你让它拿到摇杆 这个灵敏度啊 节奏都不太一样的时候 其实是有蛮大落差的 对 好的 那请问一下 谢谢蔡先生提问 洪峰林你有开麦克风 杰妮有要提问吗 洪峰林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洪峰林 没有没有没有问题 不好意思 OK没问题 好 那老师我们目前中场的提问 就先到这边 那再请老师 接下去下半步吧 OK 好 就是老师 还有人提问 他在打字的部分 我有看到 洪峰林 老师好 请问法人名下 每一台相机的管理 例如保险金额 是不是每一台 每一年基本 大约要一万五左右呢 然后请问当自主机 搭载A7S3飞行时 怎么控制相机的拍摄参数 然后穿越机较高速飞行时 是姿态模式吗 OK 好 这看来是有对 专业 这看这位同学提问 看来是有对 法人这个蛮有研究的 问的都是蛮专业的问题 好 那我就稍微来讲解一下 今天目前以法规限制 刚刚有提到 我们比较清醒的 mini 3 mini 3 Pro 它是249公克以下 它是不需要登记的 但今天如果你是要 如果你今天是要做商业拍摄使用 或者是超过249克以上的空拍机 目前按照法规的要求 就是需要注册登记管理 就有点像是你今天买机车 买汽车 你需要跟政府请一个车牌 那来认证你这台飞机的飞行 那它就会长像这个样子 我们就会需要在我们的飞机 是不是有一点过铺 这块白色的这个 就会贴上我们的飞机序号 然后来就像我们的飞机车牌一样 那每一台注册的飞机 如果你今天是要做商业拍摄的使用 比如说今天你需要解禁 或者是拍人群 反正你只要需要商业行为有收钱的 基本上你的飞机就需要保险 就跟你计车跟机车一样 它是为了避免说你今天出现事故的时候 没马里赔 那保费 大家有提到说 是不是一年大约一万五 你的保费是根据你的飞机的 根据你的飞机大小 再来就是你的使用频率 然后还有就是你出任务的地点 那保险公司会给你一个综合评估的价格 那我们目前我们的保费像Mavic 3 的确大概就是一万五左右 那比如说像大台的Inspire 2 就会比较惊人 就会到两万多块 所以会看你的飞机 再来就是使用需求 保险公司会帮你评估一个价格 所以现在的空白机保费 其实相对来说 我认为是蛮高的 对 那刚刚有提到说A7S3 飞行时怎么控制相机的拍摄参数 其实所有的拍摄参数 我们在地面 或者是拍摄之前 我们就会先调整好 那调整好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大量的上去试飞 那试飞下来 我们就会开始检查 我们刚刚的拍摄画面 是否有稳定 那曝光是否正确 那这些东西只要一旦setting好之后 我们的正式拍摄就不会再做更动 所以我们在空中 其实是没有办法更改 我们的A7S3的数据 都是在前期测试的时候 就大量先飞行 然后得到一个我们满意的数据 那正式拍摄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会用那一套数据 所以其实是蛮费功用的 比较不像空白机 是我飞上去了 我还可以边看画面 然后边调整参数 对 所以穿越机 这个就是难度比较高一个地方 那另外有提到说 高速飞行时是姿态模式吗 对 穿越机跟空拍机最大的区别就是 一个可以变成姿态模式 一个不行 那所谓什么叫姿态模式 姿态模式就是我们今天 空拍机 这是穿越机 但是空拍机的 大部分它都有GPS 或者是视觉定位系统 就是飞机下面会有这些 sensor感应器来辅助 我们在飞行的时候达到平稳 所以我们今天飞机 就算我们双手放掉 不拿遥控器 我们的空拍机 或者是DZ这种穿越机 它都可以安安稳稳的 定在空中 它是不会动的 但如果我们像这种大型的穿越机 或者是自足的穿越机 它是没有自稳系统 那没有自稳系统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今天只要遥控器 不打杆 或者是我今天打杆 用力过头 穿越机就会直接破水平 做反转 或者是直接持续动力掉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姿态模式 但姿态模式的好处 就是它今天因为它可以破水平 所以它的飞机的倾角 就可以达到像这样 几乎接近90度的高速飞行 那空拍机就没有办法搬到 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区别 感谢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好 老师 那我们就继续下面 下一部分的 后续的公益讲座吧 那后面的问题 那我们中场休息的话 就不用 我们就继续吗 好 对 我们就其他的QA跟 最后的推广 我们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再继续 OK 没有问题 那我就 不好意思 我看一下现在时间 现在40 好 那我现在就开始分享一些 我之前出国拍摄的作品 供大家参考 那大部分都是 那个 空拍机拍摄 不好意思 请问现在的画面是我的画面 还是PPT 呃 大家如果刚刚有把老师的头像放大的话 记得把它切回来 大家的那个滑鼠啊 用电脑板的话 你滑鼠左键点选一幕点两下 它可以变成全萤幕 当你点两下 变全萤幕 老师的头像在右上方的时候呢 在右上方 最右上角有一个在分享内容和视讯之间切换 点下去就可以把老师的头像跟这个老师分享的画面做大小比例的切换 好谢谢 请大家记得切回来到 目前是老师要播放照片为主的画面 谢谢 OK 那我就接着继续 那 嗯 空拍机最大给我带来的差别印象 其实就是 不一样的视角 就是至高无上的视角 那 基本上我们在玩 摄影 或者是相机 手机也好 基本上你是不可能可以 从高处 往下俯瞰 所以我们在 拍摄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处于2D平面的这个世界 但是空拍机就可以让你获得一个完全以前是没有体验过的视角 那 那张照片是我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我那时候到印尼的Bromo火山 这是一个非常世界一个著名的火山景点 那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是 今天我们在这边拍摄的时候 大部分的都是水平视角 所以只能拍摄到火山 就是 这是火山 都只能拍摄到火山的平面 是看不到火山 整个口的 那你要看到火山口 就必须沿路爬 爬到火山的边缘 边缘口 来去看 但是那个整个视角是 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只能 从2D的平面来 观赏这个火山 跟拍摄 所以我那时候就直接带着我的空拍机 那我就直接起飞 然后飞到Bromo的火山口上 然后来进行拍摄 那我那时候印象其实非常深刻 因为我们在印尼这种地方是需要向导的 就是会有这个在地的向导来带我们去到处踩点 那这个向导它已经在那边 我印象中是20几年了 他已经当了20几年的观光客向导 那我们那时候他知道我们是摄影师 我们在拍摄 那他有看过很多 之前人家在飞空拍机 但他从来没有带过摄影师 亲自飞空拍机过 所以我那时候飞空拍机的时候 我是直接把我的空拍机画面 秀给这位向导看 那他已经在那边住了20几年 他从来没有看过火山 的火山口 就是从空中俯瞰的这个视角 所以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他在那边住了20几年 然后他比我还激动 就是其实我已经脑袋有预想说 画面大概长什么样子 但他从来没有看过 从空中俯瞰火山的这个视角 所以他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然后就拿出他的那种智慧型手机 然后疯狂翻拍我的那个画面的荧幕 那我那时候其实就觉得蛮开心的 就是我竟然可以让一个 住在这边20几年的人看到一个全新的样貌 所以这也就更体现了说 空拍其实他的视角的变换 对于人的感受是非常重大的突破 所以这也就是我会分享这张照片的原因 那我后来也跟他留了一些电子邮件的资料 然后把这张照片送给他 然后他也非常的喜欢 OK 那下一张照片是 这张照片看起来好像是平面拍的 但其实他也是用空拍机拍的 那这张照片他是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 Dolomais的山脉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们 我是跟三位摄影师一起去 那我们总共四个人 那我是身处中间红色第二个 就是中间红色的那个 那个是我 那我们总共四个人 我们站在岩石上面 那这个Dolomais他最有名的 就是这所谓的三尖峰 那这三颗石头就是 那个阿尔卑斯山脉的顶端 大概接近3000公尺左右 那这颗石头 我们当时想要跟他合照的时候 我们在地面架相机 是完全拍不进去的 因为这颗石头最高峰 高达550公尺 也就是那颗石头跟101一样高 所以今天我如果我们要把 我们四个人是一个好看的角度 跟后面的山峰拍进去的话 其实用相机是会变成 一个很奇怪的比例 就变成我们可能要相机 搭超广角 然后贴地板这样子拍 那感受不太到他的高大 那也不会是我们想要的角度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果断 我就把我的拍摄伙伴们就请上 我们就找了一个旁边 一个大石头站上去 然后直接飞空拍机 飞远 那做了一个这个 这样子的拍摄角度 那当时我们其实都 还蛮喜欢的 因为比在地面上架相机 拍摄来的好看很多 所以这也就是 空拍机的一个好处 就今天如果你不管是拍 多人 或是你今天要跟 背后比较大景物 做合照的时候 如果你有空拍机 那这个点在国外就非常好用 OK 那这张就也是我们印象深刻 这个是在应该蛮明显可以看出 这是在上海的东方明珠 那这个外框的这一栋大楼 其实我有点忘记它是叫什么名字 它是 我记得是日本设计师设计了 它是一个类似刀鞘的一个造型 那它中间的这个开口 这个开口是 它的这个建筑物本身的特色 那可以看到 在这个楼层上面 有一个镂空的地方 那边是一个观景台 上面这边都是 你需要买票进去 然后你才可以看到整个 上海市的城市景 但我那时候是不需要 那时候就觉得 那其实我用空拍机拍就好了 我不需要额外花钱上去 因为还隔着玻璃 你基本上你也什么都拍不清楚 所以我就直接把空拍机 飞到这个角度 然后可以发现 东方明珠是正好 在这个开口的正中间 然后就 调一个日落时段来 按下这张快门 那我也是 蛮喜欢的这个构数跟角度 对那就是上海的东方明珠 ok 那下一个这个是我在 呃 也是Dolabais意大利的时候 拍摄的一个小镇 那我就住在这个小镇下面 所以我住在里面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 哎 山峰应该会蛮漂亮的 然后 这样的飞行高度是 呃 2000多公尺 对 那如果有玩空拍机的人 可能都知道 目前空拍机信心法规 都限制在500公尺 就你最多只能飞到500公尺 那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就是我是用Mavic一代 那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的Mavic一代 是有解镜 解到无限高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飞到 2000多公尺 所以是飞过云城 然后拍到我们后面的 主山峰 就是后面这个山脉 然后再搭上我们的城市 然后获得这张照片 那那时候已经是接近 呃 比较 日落刚下去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小镇 其实都已经暗了 那上面的 山峰其实有点是 还有一点点的微光 那这张照片是 Mavic一代 就非常久了 最早的Mavic空拍机拍的 那还能 还能有这样子的成像表现 其实我已经 非常满意 很开心了 如果是用现代的机型拍摄 其实应该会拍得更好 那这张照片是我在 菲律宾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那个火山 布罗蒙口附近 这张照片也是很特别的 是我也是住在 这下面的其中一个小屋 这其中一个小屋 然后我们那时候 也是站在 岩壁边 因为我们的旋崖下面 就是云海 因为它地略的关系 所以它都会产生云海 那 我也是跟着我的 同一位那个向导 他也是跟我说 这个云海拍摄很漂亮 大部分的人 也都是把相机架在 悬崖边 然后来拍摄云海 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的 下面长什么样子 最后那时候就果断的 飞起我的空拍机 然后 在我们的头顶正上方 拍摄一个top shot的画面 就拍摄到云海 搭配我们 而且那时候是刚逢日出 所以那时候斜色光 就很漂亮 可以搭着 那个树荫 所以可以看到 这边还有斜色光的画面 那这张照片 我也是蛮喜欢 好 那这张照片是我去 非洲 我们去纳米比亚 这边是 纳米比亚 我在沿路 拍摄动物的时候 我用空拍机 拍摄了一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 比较特别的是 通常 我们在拍摄 动物或者是东西的时候 视角都是平面的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我们 因为我已经拍了好几天了 那我那天 突然就用空拍机来 拍动物 本来是拍影片 那后来发现 刚好因为太阳的角度关系 所以让 我们叫长角林阳 这个长角林阳 它刚好在地面上行走 成军结队的时候 刚好因为日落的阳光照射 所以变成说地上的影子 不好意思我发料一下 地上的影子可以看得出 长角林阳的完整体型 跟完整的样貌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角度还蛮酷的 所以我就拍了这张照片 就是它的整个构图跟结构 其实不是阳本身 而是它的影子 好那 这张照片应该就 大家就非常的熟悉 也认识 就是我们的台北101 那这张台北101的照片 因为我们台北101的烟火 目前连续三年 都是我们公司所拍摄 所以我们就很常会去 拍台北101的照片 那这张照片是使用Mavic 2 就是Mavic 2代来拍摄完成 那它的Mavic 2代的时候 就已经是有 1英寸的感要元件 所以我们在拍摄 这张照片的时候 其实就是经历长曝光 那张照片会有这样子的景深构图 是因为我是用接图 就是拍六张 然后把它拼接成一张照片 然后来完成支付影像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其实画质跟锐利度 应该是非常足够的 那现在的Mavic 3拍起来 只会更好 所以其实空拍在夜间长曝的时候 是非常好用的 OK 那最后 最后这张 就是去年的101烟火的照片 那这个就是 在空中长曝 搭烟火的时候 一张 就是一铺和 一铺集成的照片 就长这个样子 那就是体现空拍的视角 然后也跟各位做分享 OK 那总结 刚刚讲了这么多 其实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就是 我是新手 那我今天买空拍机 万一我炸机了怎么办 其实我们还是会担心 坠毁这件事情 虽然现在空拍机都已经非常的安全 就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 不免外乎 你还是有可能遇到 炸机的风险 那DJI 他就有提供一个叫 DJI Care 那DJI Care简单来说 就是 你在飞机的时候 加一些售价 加一些钱 然后买一个保险 那万一 你在一到两年内 你的飞机坠毁 或者是炸毁 你都可以再补贴一些些的价钱 就可以换得一台全新的 那个DJI的购买机 所以 这点来说 对于新手来说 是蛮方便的 而且 他的置换是 不管是人为 非人为 他都不在乎 就是 反正你只要 摔烂拿回去 然后加一点点钱 他就会还一台 整新的飞机给你 所以其实这点来说 是非常方便的 那 我上面放的这三张照片 都是飞机坠毁 然后 电池熔烧 就是电池 离电池爆炸 燃烧 飞机整个烧烂 你只要 里面的序号 是还看得见的情况下 DJI都会免费帮你换 就是你 就是撞烂烧成灰 你只要把它 序号拍下来 整台飞机 他都还是会帮你做更换 所以 我认为还是 非常方便的 OK 那以上这次讲座 就讲到这边 那接下来就是最后的 QA问答 那也感谢各位的 聆听 那我是家宝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IG 跟我们的Facebook 我们有更多资讯 都会在上面公布 那我们就把 时间交给我们主持人 感谢 给大家三四秒的时间扫描 OK 有YouTube IG 跟Facebook 都可以 OK 订阅 那我们这边要 即将在三四秒之后 要公告非常好的讯息 让大家知道 所以请大家 先不用急着下线 对 好 这是今天感谢 加巴老师 的分享 那 还有十秒 还有十秒钟 赶快扫描 YouTube Instagram 跟Facebook 都可以 我们想要看到更多 更好看的 空拍视角的照片 或者是 影片 剪辑 的 这个 后制的 这个成品 老师都有在 里面都放 非常的 nice 非常的nice 的地方 好 OK 那我现在要分享画面了 那我们这边 开放给大家 Q&A的时间 然后也 在这边 公告一件讯息 就是 我们预计在9月6号 会推出 由鲁家宝老师 带来的 空拍机的课程 那这一次 我们算是比较 短期的课程 就是有 两堂的室内 跟两堂的室外 那室内 是这样子分的 就是 呃 老师在台北万华区 有一间 这个工作室那边 可以容纳 15位 OK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人数 是能够控制在15位 当然如果超过的话 我们会再想办法 可能分批 分流 那当然 如果没有办法 亲自来到室内上课的 摄影伙伴 我们也可以 有同时会开放 线上润直播的课程 但是我们希望是 大家都可以 完整的把它学习 不论是室内课程 加上室外课程 OK 所以日期 目前设定在左手边 9月6号 13号 是室内课 或者是线上课 9月18 25号是 呃 外排 就是外排课程 那呃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课程 有兴趣的 你可以先扫描QR Code 进到我们的 Line的群组 那我们目前B Class 还没有做好 还没有建制完成 所以 当我建制完成之后 我会公告 哦 我们可以开始报名了 我就只会开放15行名额 除非 报名人数真的太踊跃了 那 Maybe 我可能会把它 在外排时间拆成 上午的场次 跟下午的场次 因为 风拍期一次太多出动的时候 大家的干扰的状况 会比较严重 我们在控场 控管背机即将 也会有一些困难度在 OK 所以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课程 是有兴趣的 我们是两堂室内或线上 两堂的室外课程 那当然如果你只报名 这是室内课程的话 那价格就是折半 就是只有一半的费用而已 那我们的费用有包含了 外排空域解禁的申请 也就是到时候我们的高度 在就是我们在市区 城市飞行的高度 是可以超过120公尺的 对吧 老师是吗 好 没关系 老师在忙 没关系 那是 老师到时候 那个空拍解禁高度 是也超过120公尺的吗 对 那我们会选择 就是大家比较好拍 还有拍摄的区域 但我们还是要避开 避开红区跟黄区 我们还是会选绿区 但我们就是可以 呃 挑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然后来让大家做飞行 然后我会 一个一个监督 这样 好的 得到时候我也会去 呃 加宝老师也会去 还有加宝老师的助理也会去 所以说现场会有 很多工作人员在现场 是祝大家的 如果您 呃 还没有接触过空拍机 是你对空拍机 是有兴趣的 你想要从 基本打起 就是从基本课程 开始学习 还有基础的外拍 我们后面都会开一系列的课程 供大家去做选择 那也期待就是说 好 那我大概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订阅 那我们会优先在群组里面公告 如果群组里面 还有余额 我们才会在全球甚远地公告 哦 所以说您 先进群组呢 可以先有 优先了解 就是 就优先填写报名表的权力 权益跟权力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开放大家 去Q&A的时间 请问大家 现在有没有任何的空拍的问题 或者关于今天公益讲座 有任何的事情 要提问的 大家都可以透过聊天打字 或者是透过那一个 我们的开麦克风提问 有一个Nick留 许问说 Air Air 2S大师镜头 有时螺旋桨会入镜 该如何解决呢 OK 有 我有看到问题 那其实这个问题 目前 还无解 就是你只能透过 后期得到照片的时候 或者影片的时候 来把边缘作才卸掉 那这个问题是因为 我们的镜头广角 今天在拍摄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 浮角角度 它的浮角角度 已经高过于螺旋桨的 视差范围 所以 所以它就会变成说 先放外面好了 所以它就变成说 会拍到我们的螺旋桨 那这点就只能透过 后期来做 裁切 修整 才可以把这个东西 做处理掉 所以这点是 比较可惜的 目前所有的 机型在 仰拍的时候 都还是有几率 拍到我们的螺旋桨 原因是因为 现在的镜头 越做越广 所以 这点也是无法避免 好 OK 谢谢老师的解答 那请问 还有没有 人有问题 我在这次强调 老师 他们的工资 很强大 就是 对于 细材的熟悉度 跟新领度的掌握 是非常的 算是走在我们的 科技的尖端的 好 王世新提问说 Air 2s 怎么样拍制服画面 有什么办法 或用什么剪辑 OK 那目前 低在 全系列的空拍机 目前只有 Mini 3 Pro 跟Modic 1代 可以做 制服的拍摄 就是无损制服 那其余 所有的机型 比如说Air 2s Modic 3 甚至Inspire 你今天如果要拍 制服 就很抱歉 都只能用 后期的软体 来做修剪 那如果今天是 影片的话 就只能在 影片的画面 两边 就是横幅影片 那你只能在 两边加上 黑条 来谨慎 制服画面 那现在其实 已经有蛮多 像Premiere 或者是蛮多 影片 你在横幅影片 输入进去之后 它可以选择 制服的构图 那它就只会 直接帮你 裁切成中间 制服的片段 那你的整个画面 是用压缩笔的方式 来变成 制服的画面 所以画质 其实是 受到非常大的损失 所以其实 不太建议说 今天是用横幅 然后硬材 牵扯指幅 其实画面会 施政蛮多的 但这也是 比较可惜的地方 目前只有新的 迷你三 它是可以支援 镜头无损的 制服拍摄 好 OK 没问题 谢谢老师的 解惑 那 如果请问一下 还有没有 任何的问题 要提问的 OK 再次的强调 就是我们是 9月6号 OK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想说 那这个多月的时间 如果你先 将近来群组 你如果将来 你有想要 购买空拍机 或住手空拍机 都可以 透过老师这边 给大家一些建议 可能适合住手 哪一个款式的 OK 有一些细节 老师都会 跟大家解答 老师也在群组里面 OK 那就是我们有 两堂的室内 线上课程 室内 或者是室内实体 或者是线上 直播课程 那无论是 你选择哪个课程 我们都会提供 录影档 会有两个月的 观看期 那再来就是 9月18个25号 我们有室外课 是设定在 下午的 三点到六点 可是原则上 外拍应该是在 大台北地区 对不对 对 OK 好 OK 那这时间 我相信 对于如果是 住在中部的伙伴 应该带一趟高铁上来 应该也还OK 因为 去或者是回 都还有交通工具 好 那老师 那个 有一位提问说 请问Air系列 有新芒镜 可以加吗 是副厂吗 嗯 新芒镜的话 目前 我就我所知 原厂是都没有出的 那副厂其实 我看到的新芒镜 也很少 只有是所谓的叫 耀光镜头 就是让你拍摄光源的时候 会有一个 像电影镜的直线性耀光 但目前Air系列 比较少 都是针对 Mavic系列 就是Mavic 3 或是Mavic 2 才比较多有这种副厂的 呃 新芒或者是耀光镜 可以来做选择 那有一点 要先跟各位告知的 就是 所有的副厂镜头的镜片 比如说新芒镜 或是耀光镜 基本上都会 非常非常严重的损化值 或是产生一些 鬼影啊 炫光 那 这些我们其实都还是 没有很建议各位去买 因为其实很多那种副厂的 买回来 穿上去 虽然你的拍摄效果达到了 但是你的影片画质 基本上也就都烂掉 不太可用 所以其实还是就是 看你的需求 那目前Air系列 就我所知 是没有新芒镜可以选 那 Mavic系列 也都是副厂 原厂是没有出 这些新芒镜 或者是耀光镜的 老师我有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在飞行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想 靠近一点去拍摄 例如像 你刚刚那个拍上海 那个 我想距离 就是靠近一点拍 可是会有一些心理压力 距离不知道怎么抓 请问这个要 大概要怎么课 这个可能就 卖个小关子 可能到时候 我在实际的室外拍摄 课程的时候 我会教大家如何 透过画面的视角 来辨识与障碍物的距离 像这位大哥刚刚提到的 应该就是说 我今天想要靠近一点 拍摄 close一点的画面 但是我不知道 现在飞机实际跟 这栋位置距离有多远 我很怕在靠近的时候 会碰撞 或者是发生一些问题 这个距离 我们就所谓的叫做 视差感 就是我们今天在 拍摄飞行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看着 遥控器的画面 我们不会知道 飞机实际距离跟 大了有多远 只能透过飞机的 广角镜来做判断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一点 实战经验的技巧 那这个到时候 我也会在后续的实战班 课程中来教大家 透过简单的方式 来判断你今天大概 离这个建筑物距离 还有多远 那你到底会不会碰到 其实是可以透过 画面来做判断的 但是因为现在没有办法演示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 还是需要实际的教学 才会比较得到好的解答 可是我人在大陆 好像有点难 那我们可能到时候 看是不是有 那没关系 就是蔡大哥 我在跟你加Live 我再把老师Live 闯给你 可以私底下再询问老师 好不好 对 蔡大哥也是常是 之前我们就做生育典的 那个设议 之前也常跟那个 教人老师 就是上线上课程 还有很多老师的课程 谢谢你 感谢你的支持 期待回台湾在一起飞 或是我们去大陆找你飞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请问还有没有 任何 有的那个设议要提问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的公议讲座 就到这边了 再给大家最后的 几秒钟的时间 扫描我们的KR Code 如果你有对于我们空拍课程 是有兴趣的 想要尝试不一样的视角的 想要接受不一样的挑战的 欢迎加入我们的空拍班的课程 我们后面老师会有非常详尽的 室内实体跟线上课程 并行的 9月6号跟9月13号 都会提供两个月的录影档 还有9月18跟25号的外拍课程 那全球的救生是2,500 新生是2,900 费用包含了一次 外拍空域解禁的申请 好 新商量QR Code 我们要准备下课了 好 老师 今天应该没有问题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好 感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